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造型不看logo我还以为是雷克萨斯呢 北京现代在今年的上海车展上发布了新款的索纳塔9 现在该车也正式亮相工新部了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新款索纳塔9在外观上进行了升级 但车身尺寸略有缩小 目前该车的具体上市时间还未公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此前我们提到过的一期大众新款高尔夫 现在也正式亮相工新部了 新车在外观上与海外版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采用了全新样式的大单组合前保险杠 动力方面普通版车型依旧提供1.6升1.2T 1.4T低功率1.4T高功率四种动力 GTI车型则会搭载一台2.0T发动机 传动系统匹配5速手动6速手自一体和7速双离合变速箱 凯迪拉克新款XTS车型的工信部生报图现在也被曝光出来了 新车的前连采用了凯迪拉克CT6的设计元素 整体看上去更加运动 在动力方面新车将沿用现款车型的2.0T发动机 手自一体变速箱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记者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